大家好,现在是2020年的7月7日 每到这一天啊,我都想起来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 对于我来说,这个日子是非常重要的啊 因为我对这个抗战历史啊,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嗯,七七事变啊,卢沟桥发生在宛平,宛平县城啊 过去北京啊,这个叫什么呢,叫顺天府 顺天府有两个县,北京的城东部 东班拉叫大兴县,西班拉叫宛平县 东边归大兴县管,西边归宛平县管 宛平就包括今天的丰台这一带 这个大兴,当然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个大兴区 但是那会儿的这个,无论是大兴和宛平 要比今天的辖区要大多了 像东城公安分局所在地,就得交道口南边大兴胡同 过去叫大兴县胡同 这个卢沟桥事变,当然它的起因是复杂的啊 当然也并不复杂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比较贫弱 当然贫弱又是因为什么 是和你制度的落后有关系 过去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 最近这些年一个新的论调,一个新的理论 开始慢慢得到更加广泛的人们的认同 叫做不是落后才会挨打 是你欠揍 你见招才会挨打 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会有日本兵呢 主要啊,当然有人说了 又有很多原因,我要说一个主要的 是1900年的所谓义和团事件 也叫庚子事变 是吧,也叫八国联军 侵华也行,入侵也行 干涉也行 是吧 那么当年这个义和团兴起之后 大量的杀阳教 所谓的叫什么 扶清灭阳 本来他们是反清也灭阳 后来慈禧想利用这部分人 这部分人也不想和清政府翻脸 所以叫扶清灭阳 那么他们烧阳教堂 杀阳人 其实杀阳人是微乎其微的 杀的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是中国人自己 是那些信阳教的人 信天主教的 基督教的 东正教的 这些信徒 我们自己的同胞可没少杀 就像前些年的反日游行 在陕西西安 一个愣头青光着绑子 用那个游行锁 一下子就把那哥们的脑袋瓜子打漏了 现在好像那个人还活着吧 在医院植物人都多少年了 是吧 砸日本车 日本车 说是日本车 日本的品牌 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的 给中国提供了就业 提供了税收 提供了各种的便利和收入 包括砸了一些这个 叫什么 砸了一些这个日本料理店 是吧 然后呢 其实日本料理店也都是中国人开的 对吧 有的人甚至连日本都没去过 就在中国有各种餐饮烹饪的培训班 好吧 扯的有点远啊 这个北京人说话就有这特点啊 尤其我特别明显 然后呢 我们回到卢国桥事变吧 卢国桥事变啊 日本人搞一些演习 当时啊 北平城 确实东北西三面都被日本人包围了 包括就在南面 这个平汉铁路 北平到汉口的大东脉 到中国内地的大东脉 当时的北平已经是前线了 因为1931年 日本人占领东北918之后 他不断的蚕食 先占的黑吉辽 后来又占的山海关 然后又占领了热河 最后阴汝庚又成立了伪 冀东防供自治政府 所以后来又爆发了 先后爆发了 这个冯玉祥的啊 查哈尔抗战 然后还有宋哲源的长城抗战 还有傅作义的隋远抗战 一些中等规模的 当然在当时中央政府 蒋委员长没有决心全面抗战情况下 最后还都算可控的 以中国不断的退让 妥协为代价的局部抗战 最后日本人 想把北平收入囊中 所以他们有一个大队吧 有一个大队叫 一木清直大队 就住在丰台镇 而丰台镇和卢沟桥的晚平城 非常的近 他们搞演习 最后声称 声称说是有一名士兵丢失 走失 要求进入晚平城 晚平城现在还不错 还有城墙保留着啊 进入城墙 中国的城市城池 都是靠城墙保护着 我有一本书啊 在我北京的家里这么厚 非常厚 叫中国城池史 关于中国城池的历史 那个书写得很好 内容非常的丰富 资料非常的详实 然后还配了很多图片 装针设计也非常的见档次 可惜没带到西班牙来 90%以上的书都没带了 这个只带来3%的书大概 这个 所以是吧 当时来挑衅 那么29军不会让他们轻易进城啊 因为当时北京的三面都被日本人占了 就往南的这个铁路运输 还算是畅通 那么双方呢 也是出于积怨 各种的积怨 也时间很长了 各种的摩擦 是吧 无论如何啊 现在有一派的问题 有一派的学者 或者是对历史啊 实证感兴趣的朋友 他们把日本的立场 说成是完全的合理化 说是因为有协议 有协议 但是呢 可能在一个 中国也是逐步的走向统一啊 有人说中国的民族化 中华民族最终的形成 是抗战胜利 那么在这之前 中国逐渐逐渐的 一步一步的走向民族的一种 不管是形式上的 还是内心上的 大家希望追求统一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民族主义 必然高涨 包括北伐军 是吧 包括共产党的宣传 国民党的宣传 都是希望塑造一个大一统 一个民族共同体 所以中日之间的冲突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之前刚才我说 北方的热和随远长城的抗战 查哈尔的抗战 还有这个当时的中国最核心的 松户一带 上海南京一带的松户抗战 跟日本人也摩擦了好几次 所以整个军队 是吧 士兵 包括将领的情绪 也都非常的高昂 所以一定要打这一仗 那么29军 这个军长是宋哲元 这个抵抗的这个师 宋哲元 发生冲撞的时候 他在山东老家 这个师长叫冯志安 河北固城县人 有的说他是河北清河县人 他的师 吕 吕长就是何积峰 何积峰后来淮海战役 投向共产党 带领三随区的人 和张克霞一块 张克霞是冯玉祥的连金 后来他们俩都投过来 然后何积峰担任过农业部的副部长 后来是全国政协常委 然后张克霞是林业部副部长兼林科院的院长 林科院后来的一个院长 江泽慧 就是江泽民的妹妹 实际上是他唐妹 是江上青那位革命烈士的女儿 这个江泽民是过继给这个江上青 实际上他是江石郡的儿子 江石郡是大地主 同时又是汪精卫 南京国民政府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啊 后来被称为汪逆 汪伟 他是汪政权的中宣部的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的主任 也是个大笔杆子 相当于有点相当于姚文元那个角色 姚文元啊 然后呢 抵抗 那个团长是吉兴文 吉洪昌的侄子 吉洪昌秘密加入共产党 后来被枪毙 大概在天津 吉兴文一直跟着蒋公走 后来去了金门 金防部副司令 1958年8月23号 823炮战 被解放军的炮弹炸死 当时他是中将军衔 卢国桥抗战的时候 就是他这个团发起的抗战 实际上卢国桥住了一个营 因为宛平县城 这个地方并没有多大 那个营长我现在忘了名字了 但是名字里有个大忠 不是韩国总统金大忠啊 是孙大忠啊 是张大忠 我现在忘了 反正是某大忠这位营长 发起的抵抗 当然是得到他的团长 旅长甚至师长的首肯同意的 之后打打停停 打打停停 二十九军一直在犹豫当中 也可以理解 当时有个说法 叫南有蒋委员长 北有宋委员长 指的宋哲元 宋哲元也是地方实力派 地方军阀 在当时那个年代 蒋委员长他的势力 或者说直接听他话的 省市或者军队没那么多 有很多地方势力 蒋公当时有个说法 叫政令不出七省 所以蒋公很多地方实力派 地方军阀是对蒋公的话打折扣的 是阳奉阴为的 也是各有小算盘 各有小聪明 各有各的小九九 各打各的小算盘 最后二十九军被迫从北平撤退的时候 可能还包括天津 从这两座华北城市撤退的时候 实际上和日本人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 或者日本的外交机构是有协议的 双方有协议 几乎是和平撤退 同时应该是在平津地区 主要在北京城 北平城 还留下两个团维持治安 这两个团 后来什么结果 结局 是被日本人消灭了 被日本人缴械了 还是当了伪军 这个后来就没有人研究这东西 我也看不到一手的资料 我只是从某些人记载的一些历史的回顾 一些历史文章当中 有这么一点点的知言片语 我看不到第一手的资料 而且似乎是 这个统治中国大陆地区的 中国共产党这个红色政权 还有到台湾以后的中国国民党 这个蓝色政权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中华民国 他们似乎双方有一个默契 就是一定要把二十九军 描绘的是忠义千秋 英烈千秋 就像关公 关二爷 关羽一样 他不能有瑕疵 要把他们放到一个祭坛上面 要烘托整个抗人战争的壮烈 抗人战争的正当性 正义性 合理性 合法性 所以二十九军之前的事 就不能再提了 是吧 其实战争就是政治的延伸 当政治的分歧解决不了 就会付诸于武力 就像最近拉达克 是吧 加勒万河谷 是吧 这个班公错 班公胡 中印冲突 中印对峙 最终对峙 最终双方是否会打起来 会大打出手 还是和平落幕 取决于政治的分歧 双方的要件 双方的底线 底牌 对吧 所以二十九军和日本人谈判也好 妥协也好 达成某种协议也好 也并不是不能接受 并不是不能接受 但是 反正在各自的宣传的话语里 在大陆和台湾的 话语体系里 是不提这一段的 好吧 基本上就说这么多吧